科學新知第2、3節 想問陳佳霍,你有沒有試過插電話插到爆了? 幸好沒試過 老實說我自己買電話 我現在家經常用的充電裝置不外乎電話 現在的電話越來越大 電的容量越來越高 我又很不喜歡用那些叫做尿袋 因為我寧願不看影片 我不打機 我又不用電話來打機 所以我就盡量避免 因為我始終不是太放心這些東西什麼時候爆 如果買這些充電池 我又喜歡貪便宜 我怕會爆 其實貴好肯定會爆 我又做過一件我很後悔的事 睡覺前充電 起床原來 整晚插著插束在那裡 哇 你說如果它爆了 你就真是壞蛋了 其實害怕的 始終那些 尤其是現在的鋁電池 通常這些充電池都是在用鋁電池的 因為它的用料輕巧 儲電量高 如果你看元素周期表 鋁電池也是一個活潑度非常高的金屬 能夠用到它來做電池 是造福人群的 原因是因為它真是很輕 亦在地球上的存量很多 甚至乎因為它能夠成為一個電池 當初想到方法將鋁電池成為充電池的日本科學家 如果我沒有記錯 都是京都大學的 京都大學 我不知道是化學系還是物理系 總之它就拿了諾貝爾獎 我們有提及過的 鋁電池的發明 都真是很改變了我們生活的 我們現在用手提電腦 裡面有個充電池是鋁電池 我們的電話充電是鋁電池 然後我們說 現在是駕駛的Tesla 電動車 總之是電動車 都不要說是不是Tesla 你給阿迪那些都是鋁電池來的 是不是 我覺得對我們的影響已經是非常非常之大了 剛才我說過大家就引以為戒了 不要睡覺之前充電 任何電腦也好 你不知道它會不會突然叉爆了之後會爆的 是不是 但事實上如果電動車是出現過著火的情況 如果鋁電池一爆起來會怎麼樣呢? 電池一爆 首先就是 我經常看那些意外片 有些純粹是電單車 電池的電單車會爆 說著爆的時候 火力可以來得很急 很快 也是因為鋁電池本身的原因就是它很活躍 就是你很容易就 它那個能量釋放 你一短路 能量釋放很急劇的 就變成了 比起燃燒的加速急劇程度 比起汽油可以更加電 因為它的能量的密度很高 另外 你要撲遮那些火力也是很麻煩的 那你汽油 當然你在油站有它的那種化學泡沫蓋著它 你如果那些電池的那些火 你就知道 凡是電路著火的也是很棘手的 等於跟汽油一樣 你不可以流水的 你都要噴特定的粉末泡沫的 但是那樣東西最慘的就是在你身邊 你汽油那些東西 你鎖在車房 放在油站 放在停車場 但是你那件充電的東西隨時放在枕頭邊 你說如果最... 我有時就慘過你 就是我充電的時候 睡著靠叉 我不小心我會放在枕頭底 我怕它會掉進來 爆了上來 我真的會燒我的頭 就是很危險的這件事 我們都看到可見的將來 我們沒有可能避免到去停用你的電池 而且甚至乎我在說 多些用這些電池 少些去到處燒這些碳氫原料 就是少些燒汽油 那我們就可以碳排放減少了 或者這樣說 我們去充電這些電池的時候 就不要用燃油的方法來發電來充電 我們可能那個電池是由太陽能充回來的 或者未來是說 再有其他可載生能源充回來的電 就將它儲存在那個電池上 於是乎我們的碳排放可以少一些 我們又希望做環保人士 於是乎就少用這些這樣的小碳排放 就少用汽油 未來 就希望未來更加多用電動車 但是電動車的時候 如果你的鋰電池的安全係數不夠高的時候 很容易出現的情況就是火燒連環車 就很嚴重的 你當用汽油的車你都怕火燒連環車 但是如果你說一條路上 價格的車都是電動車 真的可以完全火燒連環車 所以可以很嚴重的 我覺得這個政府方面其實應該早點醒覺 因為現在你外面的電動車 當然主要是Tesla 是越來越多的 你走出家一定看到Tesla 是啊 你有些便宜的版本 現在香港的大學很喜歡接載學生的巴士 就很喜歡光顧比亞迪 他們這些就不會光顧Tesla的 不知道為什麼的 然後你見巴士公司有些 當然電動車那些很好駕駛的 我自己沒有本事駕駛了 我就撿不出 但是有一個問題大家要關顧 就是在我們走向未來大量用這些電動車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令到這些電動車 和這些任何的充電裝置可以更安全呢? 就等於我們的汽車技術其實也是 我們不停地改進我們汽車的機械 令到我們的安全系數更高 最初的安全帶我們都不用的 安全器袋我們都不會用的 甚至乎也沒有那些叫什麼ABS提筒的 但後來我們發覺要加越來越多這些機械元件 或者甚至乎一些添加劑也好 令到我們的安全系數提高 這樣無論是在以往舊一代的汽車技術 和我們在看未來新一代的那些電動車 或者其他任何充電技術呢 我們都希望去改進我們的這個安全系數 如果有人能夠發明到呢 我就會覺得是功德目量的 其實就是 現在似乎都有了 現在這個新聞呢 就是說它可以將這個鋰電池如果它高溫的時候呢 將它用一些方法 將那個鋰電池 將它溶解 但是首先我們要知道鋰電池的運 就是那個內在那個結構是怎樣的 因為我們的圖圖在這裡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圖圖 在說什麼呢? 這裏很簡單啊 那我們就 明了它的小小結構 你就明了 我們可以想一下辦法 怎樣可以介入它 令它不太容易去燒著的 很多時候呢 一個鋰電池 為什麼燒著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呢 它將那個陽極陰極隔絕的中間那堆電解質呢 就是太熱 沒了 蒸發走了 從而令到陽極陰極的物質直接墊在一起 就短路了 就是說它釋放的能量呢 不再經過外面的那個線路來釋放 而是它自己兩種燃料中間這樣黏在一起 就是陽極陰極的材料黏在一起之後呢 就直接去釋放那個能量出來 那這個就是那個電池過熱 著火 甚至爆的原因來的 首先你要留意的就是說 台長那裡展示出來的那個圖 從這個左至右 你會看到 一邊就是那個陽極 陽極它就會帶靜 放一些靜的東西出來 另外一邊就是陰極 就是右邊 但是中間它有一個叫做Electrolyse 叫做電解質這些東西去隔著 其實它的作用客觀就是純粹給它一些原子的交換 但是電量呢 能量呢 就是整個電路的能量就會走 就會是取而不取難的 就是因為它裡面的電阻是高的 那麼它就會大部分的這些能量釋放 就在外面你駁通的東西來發生 就是你把電池放進去 外面通電 燈淡上 車就走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裡面呢 它陽極 陰極的物料是隔著了的 你也不能完全不讓它黏在一起 但是你會找些東西隔著它 那麼這個鋰電池一樣 其實基本的那些乾電池的原理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不是說這個鋰電池 我是說那些普通碳性電芯 簡性電芯 其實都差不多 這些我記得以前我中學回考讀的東西來的 但是我就沒有讀到鋰電池 因為那時候鋰電池還沒有很有 但是還在用一些小小一粒 好像一粒鈕那種比較多 就還沒有做到現在可以整個電話那麼大 或者是給車用的那些還沒有去到那麼大 那麼很多時候那些鋰電池出事 就是中間那個 就是中間你看到那個藍色的那個位置 就裡面的那些物質就隨著溫度變化流失了漏走了 令到左邊和右邊直接碰起來 接著就產生高溫高熱 甚至爆 然後它最慘就是一熱的時候 熱在旁邊的電池 那些電池的電池也是的 那些電池都是串聯在一起的 那麼一個熱就拉在旁邊的那個隔壁 那個電解質又流失又爆了 於是乎就逐個炮掌這樣去點著 一個連鎖反應這樣去點著 那麼這個就是最惡夢的情況 這個也是解釋到為什麼那些電動車 你一時間降不了溫 基本上是不停地燒下去的 就是你外面淋了多少泡沫 那個泡沫降不了溫 它都繼續燒的 就是你如果是汽油呢 你找些泡沫蓋著它 它就算溫度很高 但是它碰不到氧氣 它就不消 但是電池麻煩在就是 你就算蓋了那些泡沫上去 它碰不到氧氣 Sorry 它發現是不需要氧氣的 它直接碰就發熱 甚至爆了 通常最後都是燒到盡了 沒什麼好燒 這樣才會關掉 即是那些電動車 所以我們很想去想一套機制 就像什麼呢 像我們家裡的電器燒Fuse那種機制 我們有沒有辦法 就是有一件事如果太熱的時候 會自動斷路呢 我們家裡的電器也是一樣的 家裡的Fuse 你的電流超過了15A 或者13A 接著那條Fuse 電流太高 於是會太熱 熱到溶了 接著斷路 接著就燒Fuse 就令到你其他的電器 還沒燒之前 就先燒Fuse Fuse是智慧的東西來的 沒了不要緊 換過 下次不要再插那麼多電鍵在那裡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把同一套機制放在這個電池裡面呢 這裡很慶幸 就有科學家 就是一些化學家來的 真是很真心去想這個問題 就是希望引入一套像Fuse那樣的機制 就放在中間的電解質那層裡 其實要大家看那個鋰電池的結構 其實有一個目的就是 原來這次就是有一班化學家 他們就在陽極和陰極中間的電解質那裡 再加一層的聚合物 那層聚合物有一個很有趣的特色就是什麼呢 他預熱的時候他會變質 他不是會斷開 他反而是會變質變成完全絕緣體 於是乎呢 萬一是中間有什麼過熱的時候呢 他就絕緣 就是令到那些陽極和陰極的物質 不是那麼容易去再生熱 甚至乎是將整個陽極和陰極的物質 是包住了 隔住了 就是只要它太熱它就會包住你 令你和外面接觸不到 於是乎就斷了那個能量供應 那它就不會再熱下去 那其實這一種呢 我會說是一種材料科學來的 於是乎問題就是 你怎樣可以發明到一種聚合物 那種聚合物的性質呢 是符合我們現實需要的 現在譬如他設計那個變質的溫度 大約是攝氏百多度而已 不可以太高 也不可以太低 太低的時候它太早變質 於是乎電池很容易就打了柴 因為很多時候變質的過程是不可逆轉的 它一變了之後 以後就是鑄底了 那你的電池就用不了了 但是如果你太熱才來 那最後它發覺已經是 已經是熱到一個地步 是影響了隔離的時候 又太遲了 那所以你要找一個 符合現實使用上面 可以在適當溫度做變質的材料 那就很重要 那其實呢 就是說這些東西 那種材料是什麼呢 我自己都還沒說出來 是什麼罪行物呢 我自己都說不出的 是不是一些納米的東西 還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但是呢 都可以很肯定 這些技術就會怎麼樣 一定會變成專利 然後呢 我都很肯定 一定會很快 在我們的電動車的科技裡面 甚至乎我們電話都不起 就會出現這些 因為它的安全系數很高 就更加保護到我們 我會覺得這個原理很簡單 但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也都很相信很快就走入我們生活了 最後想問一個常識問題 譬如說我們在日常我們插爆了電 是純粹因為我們的時間太長 不是其他原因 是的 時間太長 我們不停地去封能量下去 於是乎它自己吸不完 它都要損耗了它 整個東西 你就不要 外面你就給一個電源去充電 那塊電源 那塊這樣的充電池 自己都吃不完的時候 它整個東西 基本上跟一個大的電阻 是沒有分別的 於是乎它發熱的能量在那裡散失 就是那種叫Jill Hitting的過程 是的 就是平時我們充電的時候 那個電話都會生氣的 其實都是這種效應來的 其實是的 熱到它某個程度裡面溶了 那就爆了 是的 溶了成它容易 就是那些原本 supposed 不應該碰到那些陽氣、陰氣、物質 直接碰出來 碰了 那就短霧它就爆了 好了 這一節可以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這個事情 基本上是我們現在在一起 喝止了 然後請到梁錦祥寶 啟動 開動